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湖北各州的大山里 是看到了一处失牌坊 在前面它完全是在水里 现在是由于干旱水位下降 是完全显露出来 我们走进去 在这里它是有制的 结效坊 在失牌坊呢 它所里的形式还有场合是分有好多种 但是呢也是多为表彰 有表彰功德 表彰科技 正常就是为结效坊 有很多墓地 这里很多大门也会用到这失牌坊 这一座呢它主人是一位本地姓吴的村妇 在二十七岁双居 便把矮子是抚养成人 在后来 它的矮子考上了近世 雍中皇帝就给它立着这座牌坊 结效坊 也是对它一个表彰 字就在这里 上面是有很多的纹路 它整体呢是分为这四柱三门 在以前呢它是在水中 你要想考虑它是很困难的 你只有在远方 远远的看到上面所露出 一小部分的建筑 现在我们开始走进它 到另一面去看一看 这一面呢 比较素 应该是为它的一个反面 应该会有雕刻 这一面就是为它的一个正面 上面布满了很多的雕刻 这就证明了 它是有一对狮子 在中间 还有绣球 在两侧 都是有张开嘴的瘦手 哇 表达的还是非常的细腻 在这呢 它是做了这好几组的雕刻 并且呢在中间还有两侧 都做了镂空的造型 有花 有龙 它整体呢 大家看是分了好多块 它这呢就为一个仿木的水母结构 大家没有听说 木上呢 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水母结构 是古代一个长戒 但是呢 这石头材质做出来就非常的不容易 不用钉子 不用碎泥 而固定在一起 就像一个平达的积木一样 可以看很多关节 在这里 都有 其实并不是放上去的 我们 抽进去给大家看一看 看一下 都是有这个槽 然后把这个大丝 多处里快 有这个槽 卡进里面 就像是木头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并不是为木头 全是为大丝 哇 这种工艺 还是非常的震撼 包括这个小窗 上面一些小的构件 都是如此一点点的擦进里面 这一块呢 这块石料多了出来 真理员所看 它就像是小掉的木头一样 其实它也是为这石料 从永久年年到现在 是已经大概有三百年的左右 它保存的还是非常好 大家不要看它这个样子 灰土土的 还像风化样子 其实这并不是为它的本相 因为它是常年泡在水里 虽然上面是沾了很多泥 这泥土之下才是为它的本相 就比如这一处 可以隐约看到 这里面全都为它石料 里面的细节 包括这种纹路 还是非常的清晰 这里还有一只鸟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泥浆全部退去 哇 肯定会特别震撼 从上面泥土 我们可以看到一到上面 节消防最上面那边的图案 这一样呢 是可以看到这泥土的位置 可以想象一下 它以前被埋没得有多深 在下面散落几块石料 应该也是为它的构建 这里应该是插入这个主体里面 在以前是有人对这里进行过偷盗 它整个建筑是由皇帝下次修建 甚至在这个建筑坊 上面应该还有圣子牌 但是现在是看不到了 相当就以前 这个水没过上面 有人把这个圣子牌 就给偷盗走了 但后来又拿了回来 但是并没有重新放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几次构建 还是比较的凌乱 历史苍苍 这三百年真是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 最起码在以前 它绝对不会建在一个水库里面 这里肯定会有村庄 并且我们这里所看到 当整个水位下降 在这个位置 是出现了很多木 很多坟 这些坟 它也是为一山岸建 有新坟 有旧坟 坟也不会建在水里 并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应该是为它的一个反面 在前面有雕刻的地方 才是为它正面 但是如今 它的正面是为一片的湖泊 全是为水库 只有在岸边看到它的后面